新北市府积极推動良性貧權 除了推動性貧翻轉政案 鼓勵保障女性擔任企業主 社會局也同步推出了一系列 友善婦女的服務方案 性別平衡 要從市府帶頭做起身體力行 一步一步帶著同仁們分享意見 鼓勵大家把心底話說出來 她是日前榮獲新北市 企業女結獎得主的王處長 在上市科技公司負責管理營運 以及投資策略規劃 在普遍男多女少的科技公司內 为了讓女性同仁能安心上班 做了許多努力 非常多的同仁 她們在懷孕之後呢 都非常就以這個媽媽式的一個服務 性別平權已經成為普世價值 新北市也要跟進 社會局為了照顧更多女性需求 推出一系列友善婦女的服務方案 例如女性居家水電修繕 弱勢家庭坐月子到宅服務 以及受報婦女生活重建等 讓不同族群女性都能被照顧到 除了社會局推出一系列利多政策 新北市也和淡水的旅絕堂 推動淡水女路深度旅遊活動 期盼藉由導覽講述在地女力故事 並同步開設培訓課程 工作坊讓許多婦女有二度就業的機會 女性在做很多的結色跟多元的引擎上 表現都非常的接觸 在女性這方面 性別平權這方面 我們也能看到我們的用心跟用力 侯市長任內致力打造兩性平權體系 堅持平等 包括AIT主席羅森伯格來台參訪期間 也主要是以女性官員帶領防美貴賓團參訪 新北市府身體力行 男女平等 從自身做起 解新北市綜合報導